中华民国国军,源于陆军军官学校,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黄埔军校。 这是近代史上最为传奇的一所军事学校。 在抗战期间,这所学校出了3000多位名将,20多万的毕业生。 其中19万人无意生还,高达95%的毕业生,为国壮烈牺牲,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记录。 也可以说是,黄埔军校支撑着整个抗战,如果要纪念抗战,就离不开纪念黄埔军校。 时间回到黄埔军校创立那天,1924年6月16日,在广州的黄埔岛上,人头攒动,热闹万分,这是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。 这天,孙中山先生亲自到场,并发表了演说。 他说道,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,独一无二的希望,就是要创办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为王。 从今天起,立一个志愿。 一生一世,都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,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。 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,才可以达到革命的目的。 这一天,威名远扬的黄埔军校,就此诞生。 回顾创校之初,黄埔军校在孙中山的指示下筹办,特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。 为了打倒军阀,而建立一支有信仰的革命武力。 从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始,就有许多来自各地的热血青年。 为了拯救中国,不顾生命的投身革命,挺身而出。 到黄埔去,成为当时最时尚的选择。 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,那就是为战场而生,为护国致死。 为了中华民国,他们决心拿起枪杆子,立下英勇誓言,直升战场。 这时,谁也没想到,这些稚嫩的学子,竟在未来的日子里,改变了近代历史的走向。 草创时期的黄埔军校,面临着许多的困难。 学校的经费短缺,设备落后,武器弹药不够。 就连伙食也是有了早餐,不知道晚餐。 可以说军校在成立之初,并未受到太大的重视。 身为校长的蒋介石,还曾被一位军阀的军长嘲讽说道, 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,你那些娇弱的学生兵,我只需派一个营,就可以缴你的谢。 当面受辱的蒋介石,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,一定要把军校办好。 初创虽然刻苦,但并未影响这些学子们要救国的志愿。 他们不出黄埔,先后完成两次东征,在徽军北伐,完成统一,取得辉煌的战果。 其间,更是让当时最有能力统一中国的吴佩福,哀叹道, 我自己的军队是不怕死,但黄埔声是不知死。 这一仗,让吴佩福输得心服口服。 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北伐航空队也参与了此次北伐,主要担任侦察、标定,以及密接支援等重要任务。 北伐航空队,也就是中华民国空军的前身,也为北伐统一奉献了新力,参与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全国的开始。 到了抗战时期,据研究资料指出,抗战期间国军一共阵亡132万人。 而阵亡的黄埔声,占全部牺牲国军的14.4%,也就是说,每阵亡100名国军官兵,就有至少14人是黄埔声。 从1932年的128事变开始,国军第87事,的少校营长朱耀彰。 在葛龙镇战斗中,不顾个人安危,奋勇当先,最后深重期待,壮烈殉国。 这是黄埔第五期的毕业生。 1933年1月,日军进攻谷北口,参战国军中,有三个师长承担谷北口防务,他们全部毕业于黄埔一期。 分别是,第二师的师长黄杰,第二师五师的师长关林征,第83师的师长刘勘。 在激战中,双方短兵相接,战斗惨烈。 关林征多处受伤,浑身是血,仍坚持指挥战斗。 身旁官兵十余人全部牺牲。 他的部下,毕业于黄埔三旗的第149团团长王润波,身先士族,向敌人正面冲锋,直至壮烈殉国。 这次战役中,最后日军虽得小胜,但主力部队已受挫折。 也让国军主力部队成功转至大后方。 1937年8月12日夜,南口战役中,国军529团,第三营的第七连以及第九连,向日军坦克发起逆袭。 黄埔七旗的龙桂拳,就是第七连的连长,他全身挂满炸药包,毫不犹豫地冲向日军坦克。 然后把炸药往坦克窗口里丢,日军不断轰炸扫射,他以血肉和钢铁相搏,成功炸毁6辆坦克。 激战中,龙桂拳被机枪扫中,壮烈牺牲,10年25岁。 与他是黄埔同旗的第九连的连长王有光,在后方率部坚守阵地,几次击退日军,身负重伤。 最后遭日军战机轰炸,壮烈殉国。 南口战役中,国军已伤亡3万多人,兼敌1万5千人,将日军应挡在居庸关外。 戒20天,不能前进半步,此战,也打掉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 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,在日记当中写道, 居庸关我军固守未退,坚守半月,足含敌胆,而于成创,汤恩伯真是罕世之名将。 至1937年8月,最惨烈的松户会战,参战的国军主力重要将领,几乎都是黄浦系师生。 包括总司令陈成、罗卓英、胡宗南、张陵甫、王敬九、孙元良、宋西连、彭善、霍奎章、黄伟、李延年、陈沛、夏楚忠、李文、于继时、王耀武、黄杰等。 高级将领如此,基层军官也大都是黄浦军校毕业不久的学生。 在罗电争夺战中,第401团副团长汪化林,黄浦军校毕业。 他在罗电写战十多天后,又主动请英,亲率一个排购逐新阵地,掩护全团抢修攻势。 当天,在日军狂轰烂炸下,始终坚守阵地,打退日军多次冲锋, 至黄昏完成任务,全排壮烈牺牲。 宝山保卫战,同样是黄浦军校毕业的姚子清。 率全营600官兵死守阵地,遇血奋战七天七夜,最后全部壮烈殉国,姚子清年仅28岁。 松户会战后期,率军担任掩护任务的是黄浦四旗的谢靖元。 他率八百壮士进驻四行仓库,孤军奋战四天四夜。 其中,女童子军阳慧敏,冒着生命危险,向四行仓库守军,送上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。 他们激动地流下泪来。 谢靖元临时用竹杆制成旗杆,平台上站一二十个人,都举手向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敬礼。 这场战役,谢靖元多次抵挡住日军进攻,成功掩护其他国军向西撤退。 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,八百壮士之名,也由此响彻全中国。 1937年12月,在南京保卫战中,黄埔系的国军第87师旅长,易安华,第88师旅长,朱赤,高志松,团长韩宪元,第156师参谋长姚中英,教导总队的团长李昌龄,谢承瑞等将领,均先后阵亡杀场。 此战中,牺牲的黄埔基层军官更是多不胜数。 至1942年,日军入侵缅甸。 3月,中国远征军征援。 在第一次远征缅甸的战争中,国军的统帅将领是黄埔一旗出身的杜玉明。 其他的黄埔将领还有,宋西连、郑栋国、戴安兰、廖耀香、邱清泉。 其中,戴安兰在第一仗的同古战役,任国军第二百师师长。 他在这场战役中壮烈殉国,年仅38岁。 在牺牲前最后一句话是,现在孤军奋战,决心全部牺牲,以报国家养育之恩。 1944年衡阳保卫战,国军第十军的军长方先爵,黄埔三旗毕业。 带领衡阳守军一万七千多人,坚守47天,伤亡无数,抵挡了日军近十万人的疯狂进攻。 隔年,在中日最后一次大会战的湘西会战中,总指挥是黄埔三旗毕业的王耀武。 其他参战的国军将领,基本也出身于黄埔系。 包括张灵甫、李天霞、李玉堂、王敬九、胡莲、侯敬如等人。 这次会战也彻底打垮日军的嚣张气焰,此后直到抗战结束,日军再也没有发动大型会战。 整个抗战期间,二十万黄埔将士与日军英勇作战。 可以说,如果没有这些黄埔将士在战场上奋勇杀敌、遇血奋战,用他们的热血和生命捍卫民族尊严,近代历史极有可能会被改写。 所以如果纪念抗战,就离不开纪念黄埔军校,也离不开这些黄埔生最初使入学时所怀抱的爱国之节。